我们到莲香楼了 走 一起去喝个早茶吧 下边是卖饼的 从去楼上 生意好好 要拼桌的 我听说好多人五六点钟就来排队了 还要排号 现在听得还好 不用排号了 在这里来喝早茶呢 都是需要拼桌的 然后我们跟那个叔叔阿姨他们拼个桌 麻烦你给我一个菜单吧 给了一个腿跟福尔 他们1889年就开始就创始了这个店 而停载着我本来平时就喜欢喝 嗯 嗯 味道超赞的 有姜丝 姜丝 然后 小虾米 鱿鱼 鱿鱼 这样熬的 它这个肯定是熬了好久的 你看没有 它这个粥特别稠 尝一下这个金沟咸水饺 看好不好吃 嗯 嗯 你看一下啊 里面好多馅 有金沟啊 还有胡萝卜 什么咸咸的 挺好吃 上面是盖上去的 像蛋挞一样的 这样做的 它里面有什么我揭开来看一下 应该有叉烧吧 要不然怎么叫叉烧糖 是吧 那我直接吃了 哇 真的是叉烧 我看一下 哇 好多肉啊 是吧 对 真是很福气 他们做这种糕点 哇 哇 哇 好玩吗 好玩啊 一口吃 一口咬下去 真的就是有流沙 那种沙流出来 到你嘴里 小心会烫哦 哇 超爽 哇 嗯 嗯 嗯 好糯 好糯好糯 好吃 不愧是百年老店 所有的菜没有一个不好吃的 哇 这个鸡爪爪真的好糯好糯 你说比那个什么什么爪爪 叫香蜂爪爪吗 嗯 嗯 知道 就是就是一种 装饭店吧 小店 一间一间的开着的那种 给它好吃很多倍是吧 我觉得有十倍 喝着早餐吃着糕点 哇 这种感觉真的是 来吧 爽的不要不要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 在这里就餐的 基本上就是老太太老先生 对 所以说明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一点年头了 是吧 它上面那个那个牌 牌上写了1889 创始于1889 1889的话 穿下来的 百年以上 百年老店 对 这也是个百年老店 是的 对 对 那是一种 二种 是一种